同作門徒 耶穌門訓二十四課 第十三課 見錢開眼 老家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七至二十二章第六節 尷尬 使徒猶大 破冰故事 主后的382年 羅馬大會一場決定新約正典的爭論 出了幾個贏家和很多的輸家 當時的基督教領袖只接受四本福音書 而拒絕了至少三十六本所謂的福音書 其中 尤大福音 Gospel of Judas 就是大書家之一 專家都同意 尤大福音是主后二世紀 耶穌死了一個半世紀之後的希臘文作品 学者也同意 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在2006年出版的紀錄片版本 是第四或第五世紀的埃及科普替譯本 即是Coptic Version 尤大福音是初代教會領袖所拒絕的很多諾斯底 Gnostic經文之一 他因達文西密碼而出名 在主后180年 基督教神學家Irenees 曾提出過尤大福音 2006年的那份國家地理雜誌 昌然 在尤大福音中 耶穌曾透露秘密知識給尤大這個英雄人物 說祂是耶穌最知心及信任的門徒 知道耶穌的真實身份是神的兒子 並且說耶穌支持祂 將祂本人交給羅馬當權人士 在諾斯底經文中 尤大不僅私底下受到耶穌的指示 更加得到其他門徒所沒經歷的神聖意象 這些門徒不知道耶穌要尤大出賣祂 說尤大這樣做只是執行了耶穌的命令 所以他們說尤大的行動不是出於貪婪或惡意 而是執行命令 在這個諾斯底版本中 那段揭開內幕的記錄 是以典型的諾斯底方式開始 這份材料寫道 耶穌在慶祝如雨節的前三天 與加略人尤大有一周的時間談話 告知秘密啟示 這份記錄繼續說 耶穌將其他門徒與猶大作比較 告訴猶大 你必須超越所有門徒 因你會犧牲哪個穿在我身上的人 關於這一點 明白諾斯底思想的學者說 耶穌這段說中的意思 是要猶大幫助祂脫離獄身 好使祂靈命的自我和神聖的本質解脫出來 早期眾多的基督教思想之一 是諾斯底派倉道的一種神秘經驗 他們相信神秘的知識 可以將人從肉身的牢籠中解脫出來 回歸到靈魂的靈域之中 沒有人願意被控告 願意做猶大 沒有父母會與自己的兒子起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簡直是沒有什麼優點 既然如此 誰是猶大呢? 他是聖經中最出名的華人之一 聖經路教福音22章3節稱他為十二使徒之一 約翰福音18章5節稱他為背叛者猶大 約翰福音13章29節稱他為管前郎的人 路教福音6章16節 約翰福音12章4-6節說到他是個賊 亦是出賣者 精與蛇是救藥罪惡的代表 猶大就是新藥的蛇罪犯 他完成了古蛇在耶穌事工開始的時候 沒辦法捕獲耶穌的工作 猶大的性格比一般人想像更複雜 誰是猶大呢?他是英雄還是壞人? 他犯了什麼罪?他是一時衝動還是蓄意出賣耶穌? 他很缺錢嗎? 為什麼他後來會後悔而上吊? 撒旦以什麼苦難、試探以及陷阱來誘惑信徒? 我們為什麼會跌入誘惑之中? 以及如何抵擋那位敵對者呢? 第一,你的朋友 塑造你的品格 Your company determines your character 耶穌每天在店裡教訓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 名叫橄欖山住宿 眾百姓清早上聖店 到耶穌那裡 要聽他講道 除敲節又明如月節近了 祭司長和民事想發指 怎麼才能殺害耶穌? 是因他們懼怕百姓 這時 撒旦入了那稱為家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門徒裡的一個 他去和祭司長並守店官商量 怎麼可以把耶穌教給他們?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七至二十二章第四節 以下是作者我所喜歡的關於交友的引述 今前可能令你富有 但朋友就會令你富足 好的朋友如同鑽石 珍貴稀有 虛偽的朋友如同樹葉 到處都是 朋友會和你共成一架豪華的轎車 但當豪華轎車壞了的時候 真正的朋友會和你一起搭巴士 新的友誼 如同未熟的水果一般 可能會成為甜的吉 也可能成為酸的檸檬 跟隨群眾的人有很多同伴 德國俗語 你所交的朋友決定你的聲譽 惡友相伴不如一人獨行 華盛頓 謹慎交朋友 更謹慎換朋友 富蘭克林 真正的朋友不會阻攔你 除非你往下沉淪 你告訴我你交怎樣的朋友 我就可以告訴你你是怎樣的人 西班牙小說家 蔡曼提斯 Man of La Manca的作者 命運為你決定親戚 而你為自己選擇朋友 法國詩人 當你有菠菜卡在牙齒之中 真正的朋友會告訴你 人人皆可為朋友的人 不是可以作朋友的人 阿里斯多德 近諸者赤 近密者赤 由大傳著不當的動機與不當的人 在不當的地方見面 《路加福音》22章4節說到 他積極參與拘捕耶穌 他做了什麼呢? 由大積極打探祭司長和手店官的行蹤 安排與他們見面 討論如何拘捕耶穌 並主動談到淺的問題 由大所犯的是與敵人共枕的罪 《馬太福音》21章26節說到 他與心存疾道 害怕百姓以及受金錢腐化的宗教領袖交往 這些祭司長為了權力 寧願犧牲他們的宗教 道德信仰以及立場 《路加福音》22章2節說到 他們計劃殺害耶穌 而不是監禁、打傷或懲罰耶穌 他們沒有道德、充滿憎恨 還蓄意謀害其他人 這些祭司長和民事 怎會興起謀殺的念頭 實在是難以想像 有趣的是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耶穌在哪裡呢? 《路加福音》21章37-38節說到 耶穌每天在店裡教訓人 眾百姓清早上聖店來聽祂說到 假如祭司長有什麼不滿 祂可以跟耶穌說 耶穌每天都在店裡 並沒有刻意躲避祂 尤大是三心兩意的天性 使祂扮演了極佳的角色 祂兩面串通、八面玲瓏 經文一開始就提到那個人以為憂的問題 那個錯誤的開端 似乎沙丹主導了尤大的行動 《路加福音》22章3節寫到 沙丹入了那稱為家略人尤大的心 這句話也記載於《路加福音》13章27節 難道尤大只是一個機械人 只是一個傀儡和棋子? 有一點可以肯定 在希臘文聖經裡 沙丹入了尤大的心 和沙丹進入其他人 並且完全掌控人的情況 是有絕對不同 沙丹沒有完全控制尤大 而是正在進入之中 如果是已經進入 那就完全掌控了這個不幸的受害人 沙丹對尤大的影響 比對其他人或豬要少 《馬可福音》9章25至27節說到 《烏鬼進入一個人》 會令這個人又聾又雅 但這個人最終被耶穌醫治了 而在另一次《馬可福音》5章11至13節 《路加福音》8章32至33節都有記載的事件 《烏鬼進入了豬群》 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 投在海裡 一共浸死了兩千隻豬 但是尤大他自己有少聰明 表現得十分理智而有計劃 他沒有發癲、失去心智 或被烏鬼扶 他愚蠢又瘋狂 但不是愚昧或失常 由頭到尾 尤大都能夠控制自己的腳步 去向和命運 尤大清楚地計算好 才去找祭司長和手店官 商量如何出賣耶穌 商量的希臘字 是由表示合的 和表示談的 兩個字合併在一起 意思是一起交談 這個詞亦都出現在馬太福音17章3節 馬可福音9章4節 路加福音9章30節 用來形容耶穌在山上變像的時候 和摩西伊利亞講話 尤大並不是無意中 撞到祭司長和手店官 而是預約了他們 尤大和他們詳細地商量 而不是充足地決定 尤大是一個主動語態的參與者 而不是一個被動語態的跟隨者 祭司長很驚訝這個陌生人的來訪 路加福音19章47至48節說到 祭司長、民事和百姓的官長 都想要殺害耶穌 但尋不出法子來 路加福音20章19節說到 是因為他們懼怕百姓 難怪祭司長和手店官這麼歡喜 路加福音22章5節中的歡喜這個詞 其他的翻譯是喜樂、快樂、歡樂 在聖經中一共出現了74次 事實上這裡是聖經第一次記載 有酸葡萄心理的祭司 找到令自己歡喜的理由 第二 你的品格決定你的選擇 Your character determines your choices 他們歡喜 就約定吸他錢 路加福音22章5節 曾經有一個百姓富翁 她喜歡收集活生生的鱷魚 將她混在大廈後的泳池中 這位百姓富翁還有一個代字歸宗的美麗女兒 有一天 這位百姓富翁開聖大的宴會 在宴會中她向參加者宣布 親愛的來賓 我會給在座每一位男士一個挑戰 這裡是一個充滿鱷魚的游泳池 任何男士願意由這一邊游到另一邊 並且安然無恙地到達 就可以贏得一百萬元或者我的寶貝女兒 她剛剛說完就聽到游泳池發出一聲 她們見到一個年輕人拼命地游過泳池 觀眾全力歡呼支持 最後她安全地到達了遲的另一邊 百姓富翁很開心 就說真是不可思議,真是神奇 我還以為很難辦到 好,我一定順手諾言 你寧願選我的女兒還是那一百萬元呢? 那個年輕人鬆了一口氣 接著說 我不要你的錢,我也不要你的女兒 我只想找到把我推入泳池的那個懦夫 有一點可以肯定 就是由大是有選擇 沒有人強迫她 被鬼附或被催眠術迷惑的人 是不需要錢的 聖經提摩太前書六章十節前半部分說 貪財是萬惡之根 我們可以肯定一點就是魔鬼不需要金錢 魔鬼會利用金錢來收買道德 但不能收到金錢的物質利益 她會利用錢來收買情感、道德和倫理 但不會用錢來滿足肉體或物質的需要 她不會賺錢、存錢和花錢 只對人的心思意念和情緒有興趣 魔鬼不用將世界的金錢花費在自己身上 連一分錢都不需要 她很正於利用我們的金錢、財物和所有物質 來對付我們 進入豬群而不是擁有金錢 才是她的樂趣和風格 她不能使用金錢 但可以利用貪念 是人貪財 為了利己而出賣了他人 並出賣自己的靈魂給魔鬼 之後就後悔莫及 根據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尤大出賣靈魂所得到的錢 相當於工人三個月的薪水 也是《春埃及記》21章32節所說的 假如牛竹死了奴墓 要向牛主人要求賠償的價錢 又正如《馬太福音》27章7節所記載 這些錢足夠買一塊大的墳地 來埋葬外鄉人 這裏的外鄉人 用到是複數 《馬太福音》26章15節 告訴我們 祭司長沒有提及錢的問題 而是猶大自己問 我把他交給你們 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 他並沒有要求宗教職位 多些時間考慮 或埋怨自己的不幸 為什麼或者為什麼是我 沒錯 在《路加福音》22章5節 祭司長和密手店官 歡喜並同意給猶大銀子 這是他們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沒有找猶大幫忙 而是猶大去找他們 這些宗教領袖 沒有叫人追尋猶大的下落 和他設陷阱 逼他做這件事 也沒有調查他的背景 第三 你的選擇 決定你的行動 Your choices determine your conduct 他應找了 就找機會 要趁眾人不再跟前的時候 把耶穌交給他們 《路加福音》22章6節 有一位牧師接到另一間教會的電話 那間教會願意出四倍工資 來聘請他做牧師 身為敬虔的人 他用了很多時間討告 以分辨神要帶領他怎樣做 有一天 牧師的朋友 在街上見到牧師的兒子 就問這個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決定怎樣做嗎? 那個小朋友回答 爸爸還在討告 但媽媽正在收拾行李 《英韻》這個詞的希臘文是 Exomologio 有三個希臘詞組成 分別是 Ex表示出 Omo表示同 Logos 即是道 或者話 這個詞的意思是 有同樣的看法、觀點和信念 沒有人拘捕尤大、折磨尤大、強迫尤大去同意 他不需要律師在場、掛緊急電話 或者聽到自己的司法權益 英韻這個詞在聖經原文中出現過11次 其中最常見的翻譯是 承認 出現於馬太福音3章6節 馬可福音1章5節 使徒行轉19章18節 羅馬書14章11節 有兩次翻譯成 感謝 出現於馬太福音11章25節 路加福音10章21節 有兩次翻譯成 出現於雅各書5章16節 啟示錄3章5節 一次翻譯成英韻 出現於路加福音22章6節 一次翻譯成清讚 出現於羅馬書15章9節 還有一次翻譯成清 出現於肥立比書2章11節 當你承認的時候 就表示你相信同一件事 由這裡開始 猶大就找機會 要趁眾人不在的時候 將耶穌交給他們 路加福音22章6節 猶大爪和祭司長和民事想殺耶穌 是用了同一個希臘文用語 希臘文有兩個代表時間的詞 Kronos和Kairos Kronos是指一般性的時間 但是Kairos是指到特定的時刻 在某個特別的機會或時刻去做事 路加福音22章6節 機會這個詞 在希臘文中不僅是Kairos 而是Eukairos U這個前序指的是好的機會 Eukairos在希臘文聖經中 一共出現了3次 另外2次是在馬太福音26章16節 和馬康福音14章11節 都是用來描述猶大的行為 猶大前後左右這樣看 要找一個萬無一失的好機會 叫Kairos 要趁眾人不再跟前的時候 將耶穌交給他們 猶大有動機、機會 亦都作出了抉擇 他好像鷹地盯著耶穌的一舉一動 雖然他的行為可以騙到眾人很久 但畢竟是會有顯露的那一天 老家福音22章4節 耶穌預料到自己會被出賣 但直到被出賣之前 他都沒有指明過是由大來做 事實上 在老家福音9章44節和18章32節 他兩次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或外邦人的手裡 耶穌沒有指出誰是罪魁禍首 只是指責人和外邦人 用的都是複數詞 直到他們抵達耶路撒冷 猶大在那裡被金錢、財富和貪婪所有 試圖行轉一章18節 《技術猶大作惡的公價》 《公價》這個詞令我們可以想起 《彼得侯書》2章15節 《猶大書》11節 《巴蘭所貪愛的不義公價》 幫猶大說一句公道說話 所有聖經的記載都支持猶大應該為出賣 或將耶穌交給他的敵人負責 猶大不是親自殺死耶穌的人 他自己卻上吊自殺 猶大最終明白了兩個道理 第一是當人用完你之後 你就已經沒用 第二道理是當你得到所想要的東西 你就不再想要它 結語 Abraham Lincoln 說過 你可以一直蒙騙一點人 也可以一時蒙騙所有人 但無可能永遠蒙騙所有人 中國有一句俗語說 鱼馬飲河、馬不飲河、軍內馬河 英文也有一句 你可以帶牛來到河水邊 但不可能強迫它飲水 你有沒有明智地摘油呢? 你有沒有堅持培養良好的道德品格呢? 你做的決定是否尊崇神呢? 你是否被財富、掌賞和尊榮所打動呢? 你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惜代價 無條件地跟隨耶穌呢? 查經討論 第一 耶穌每日行事安排如何?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21章37-38 第二 經文提到是什麼時候 有什麼節期?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22章1節 這個節期有什麼重要? 參考經文《初開及記》12章11-48節 李美記23章5-6節 文數記第9章 第三 制司長和民事有什麼計劃?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22章2節 第四 經文如何描述由大? 它是誰?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22章3節 第五 試描述由大出賣耶穌的過程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22章3-5節 注意漸進 第六 試比較以下三者在殺害耶穌一事上有何角色? 一 由大 二 制司長和首店官 三 撒旦 第七 試討論由大身為耶穌的門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動? 真正跟從耶穌的人會不會這樣呢? 第八 今天 撒旦是否都可以進入人的內心 使人出賣耶穌呢? 如果能夠 當中人的責任有多少呢? 第九 為什麼在神的計劃中 他容許耶穌自己的門徒出賣他呢? 第十 人包括信徒和非信徒 如何抗拒撒旦的誘惑和利用呢? 應用分享 第一 在你生命中 有什麼事要抵抗撒旦的誘惑和試探呢? 第二 你有沒有曾經被相熟的人 亂和愛人出賣或者傷害呢? 那時是怎樣的情況? 當時你有什麼感受? 這一次的經歷 使你對耶穌的經歷有什麼理解? 第三 由大出賣耶穌的事 讓我們對同作主門徒有什麼學習? 試分享你的體會 作者 葉福成 莫瑞英 天道書流 授權錄製